俗哥说电影 包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印尼的恐怖片《鬼娃沙布莉娜》 影片一开场 龙套叔刚回到家 就发现他老婆龙套姐正站在窗外面数星星 咱也不知道这位大姐是怎么上去的 反正这难度系数是挺高的 驱魔师冷淡姐正在家看书的时候 她的同行胡子叔固固固定的跑到了她家 说那龙套姐被恶灵附了身了 我把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 也没想着那孙 你法力高强赶快过去帮我忙 随后 冷淡姐跟着胡子叔来到了龙套姐的家 这时候镜头一转 鸡贼哥和大兄妹正在举行婚礼 鸡贼哥经营着一家专门生产玩具娃娃的公司 哎呀 要说这娃娃长了 脖子短吃冰脸 看着比安娜贝尔还危险 跟她一比啊 安娜贝尔简直就超大美女了 转场之后 龙套叔和龙套姐的闺女小萝莉 回到了她叔叔鸡贼哥的家 在这儿需要说明一下 开头的龙套叔和龙套姐已经被恶灵给折腾死了 失去双亲的小萝莉心情非常的郁闷 就算鸡贼哥两口子为她庆祝生日 她也提不起一点兴趣 转过天 小萝莉的同学小胖堆正在玩通灵的游戏 这个游戏的名字叫查理查理 活着的人可以问死去的人任何问题 如果死去回答了 上面那只铅笔就会移动 为了跟死去的爹妈联系 小萝莉把小胖堆的这套设备拿回了家 到了晚上 小萝莉开始问她妈咪的情况 说我能跟你见面吗 她妈咪说可以 于是小萝莉便拿着灵体侦测器 开始在屋里找她妈咪的鬼魂了 可找了半天不仅没找到她妈咪 反倒把她审的大兄妹给吓屁 大兄妹说什么鬼呀事了 全是封建明信 好好睡觉吧 别再吓唬她 小萝莉回到房间 大兄妹把那个士兵脸的娃娃杀不定的送给她 大兄妹说这玩意驱鬼避邪 你晚上搂着她睡觉再也不会被吓跳 经过大兄妹的耐心开导 小萝莉的心情好了不少 终于有了点笑脸 大兄妹在家做针线活的时候 诡异的一幕出现 把这节目吓得是花哲乱颤 到了晚上 小萝莉又开始用灵体侦测器 玩找灵体的游戏 恶灵刚睡着就被小萝莉搅和醒了 那心情能好不得 上去就把小萝莉拽进了柜子 把这小丫头片子吓得是滋瓦的脚 鸡贼叔叔说别瞎折腾了好不好 我这心脏可受不了 到了后半夜 小萝莉又开始拿着平板找灵体了 时间不大 她妈咪的鬼魂果然出现 第二天的一早 大兄妹似乎听到小萝莉在房间里 正跟什么人说话 她推门一看可啥玩意没发现 不过她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份文件 原来鸡贼哥的爹地在离死之前 把公司留给了她和她的哥哥 也就是小萝莉的爹地龙套叔 转过天 三个人出去旅游 大兄妹发现小萝莉不停地自言自语 大兄妹说你这什么情况啊 小萝莉说跟我妈咪聊天了 她就在你身后 那大兄妹能信吗 大兄妹说你妈咪已经挂了 甭该说胡话 而就在这个时候 恶灵突然就拽住了大兄妹的脚窝 要不是鸡贼哥及时赶到 这姐妹就交了饭票 到了后半夜 恶灵变成小萝莉妈咪的样子 出来瞎溜的 是一会弹钢琴 一会吓鼓人 玩的那就一高清 大兄妹和鸡贼哥一商量 意识到这样下去可不是办 于是便找到了驱魔师 冷淡姐和胡子叔 大兄妹说 小萝莉最近在玩通灵的游戏 说她妈咪已经回来了 刚开始我们还不信 后来我们亲眼得见 她也这么吓人 她妈咪后脑勺上还有一张脸 看上去十分的阴险 冷淡姐说 死去的人不应该被召回 不然的话 很可能带回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 随后冷淡姐和胡子叔 带着法系来到了鸡贼哥的家 为了搞清楚 到底是不是小萝莉的妈咪回来 冷淡姐让小萝莉问了三个问题 没想到对方全都答对了 当冷淡姐正准备 把龙套姐的鬼魂送走的时候出事了 小萝莉突然就被恶灵附了身了 幸亏冷淡姐和胡子叔有经验 一通手忙脚乱的瞎忙活 终于把恶灵给打跑 不过这恶灵可别走远 很快就像二哈式的开始参加了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大家虚晃一招撒得了 胡子叔说 跟你们在一起的不是小萝莉的妈咪 而是伪装成她妈咪的恶魔的孩子 接下来到了通灵的过程 原来当年冷淡姐和胡子叔进屋之后 跟恶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恶灵说 我可不是一般的灵体 我是标准的官二代 是恶魔在灵界中的孩子 你们谁也驱赶不了我 冷淡姐说 瞧姐妹 这是用辣木叶包住的一块黄竹 群岛上的祖先 与你的祖先用这两样东西 立下了神圣的誓言 彼此井水攻汗河水 不管谁先打破誓言 都会被摧毁 本来双方谈得挺愉快的 恶灵的思想工作 马上就要被做通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 小萝莉的爹地龙套叔破目而入 把本来很和谐的气氛给打破 恶灵一看 上去就让龙套叔领了盒饭 谈判既然已经破领 那只能动手 恶灵虽然有超能力 但毕竟还是个孩子 冷淡姐和胡子书双剑合臂 终于把恶灵给撵走了 恶灵说 大人欺负小孩 不跟你们玩 冷淡姐说 这个恶灵代表的是罪行和祸害 胡子书说 他怎么上和 为什么要上龙套姐的身份太轻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 这个恶灵无法完全控制 龙套姐的身体 因此他非常恼火 而且这孙子很狡猾 如果小萝莉召唤他妈咪 他就会以龙套姐的身份出现 引诱小萝莉的注意 然后把你们家折腾的是鸡飞狗条 你们一旦受不了 就会请我们来去磨 而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找我们俩划头 我已经把他封印在你们家了 你们最近千万别回去 谁不听却谁万歹 为了能彻底把这个恶灵给拿下 胡子书取出了一把 能够降妖服魔的宝刀 这把刀本来是恶魔的传家宝 可多年前被胡子书给偷走 当冷淡姐和胡子书 带着工具来到鸡贼哥家的时候 发现恶灵没在屋 原来哪天他们离开的时候 恶灵趁机附在了 那个士兵脸的娃娃身上 转场之后 鸡贼哥带着大兄妹和小萝莉 来到了生产玩具娃娃的工厂 恶灵一看进度条 意识到刘伟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于是便开始大开杀戒了 大兄妹由于腿脚不太利索 不幸被恶灵附了身子 就在这关键的时候 冷淡姐和胡子书几时感到 可此时的恶灵经过这些年的锻炼 身体比以前强壮多了 把这几位揍得是鼻青脸 哎呀 要说这几位的身体素质那是真好 去的时候是开车走的高速 回来居然徒步跑回了别墅 随后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恶灵给问 恶灵说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 之所以附在龙套底的身上 是因为有人照发我 我也是拿人钱才替人消灾啊 可至今为止 客户的尾款都没给我结算 这事哥你你能干吗 冷淡姐利用超能力 终于从恶灵的脑子里得到答案 原来鸡贼哥的爹地 一直嫌他的能力不行 临死的时候 把大多数遗产都留给了他哥哥龙套 鸡贼哥为了挖了家业 请巫师给他哥哥下鼓 巫师说那恶灵说了 他要钱也没什么用 他要杀了你哥哥 然后附在你哥哥的身上 你觉得怎么样啊 鸡贼哥同意之后 巫师开始发工了 不过折腾了半天 恶灵也没能附在龙套叔的身上 巫师说你哥哥的身体太强壮了 那恶灵上不去啊 上他老婆你嫂子龙套姐身上怎么样啊 鸡贼哥说上他身上有个屁用 巫师说你放心老弟 利用他的身体也能达到你的目的 闪回之后 恶灵突然就附在了鸡贼哥的身上 然后跟偷他家族传家宝的胡子书掐起来 拥有了鸡贼哥的强壮身体 恶灵是如虎天野 把这帮人全下屁了 紧接着是冷淡姐和恶灵的一场中国战 冷淡姐用恶灵家族的那把祖坛的宝刀 终于使对方魂飞魄散 消失不见了 影片的最后 鸡贼哥由于故兄杀人被警察抓走过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找唐诗一样行 嫉妒是把杀人刀 刀刀都往死里削 遇见这种垃圾人快撩以防这种招了